我們今天來到飛鵝山試試兩部很有趣的K-Car 兩部都是Honda 白色這部是S660 兩座位中置引擎 另一本黃色就是非常可愛的N1 K-Car其實在香港不是沒有市場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些K-Car 就像我們去到日本 覺得這些車很可愛、很特別 都會租這些車來駕 為什麼香港不受歡迎呢? 其實是因為現在在香港養車這麼貴 因為要養一部K-Car 其實成本跟其他養的大車沒有分別 這些車不值得買 如果你想玩一天 玩一個weekend或者一個月 其實都可以租到 這兩部車其實我是租回來的 以這部N-Fox為例 日租是660元 如果星期五拿車 星期一還車的weekend special 就算兩天租 Athylen比較貴 大概890元一天 差不多1,800元就可以租一個weekend S660其實是一部很有話題的車 Honda在2013年的東京車戰 展示了一部概念 當年Honda找了很多工程師去參加一個比賽 當中由一個22歲的年輕工程師脫穎而出 一個這麼年輕的工程師可以領導一個創舉 最後這部車在2015年正式推出市場 當年也很震撼 因為這部車被譽為 上世紀90年代Honda Fit的後繼者 這部叫S660 用S開頭的Honda其實是很少 可想而知它的身份是多麼重要 這部車其實是一部很簡單的車 就是一部中置引擎兩座位的分卡 可以這樣說 這部車當年在日本的售價也是非常貴 水貨來到香港的新車價錢 連稅也要三十多萬 去到現在 即是現在買一部中古的二手水貨 在香港都標價18至20萬 其實相同價錢也可以買到一部S2000 這部車有660cc Turbo 如果你啟動了Sport Mode之後 我覺得它的力量感挺滿意 比我想像中充沛 這部引擎好像馬達一樣 很高轉 它可以扯上去 很高轉 7000轉 很狠上的轉速 它的扭力就差不多100Nm 這部是CVT版本 車重只有850kg 整個開頂的駕駛很暢快 很開心 這部車小小的駕駛 速度感很強 你不需要開得很快 而且舒適度是比我想像中好 比很多KCar都要好 廠商說這個車架比S2000紮實 其實S2000我覺得 始終是大車 震動感會比較少 這部車經過路搏 它都會有些扭動 有些震動 但是可以接受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覺得它的轉向很快 它很敏感 很好駕駛 前後重量是非常平衡的 但是你想它掉尾 就不可能 始終它是比較Underpower 而且它的Traction Control 的設定 是很安全 這部車也沒有推頭的現象 整部車是很平復 很穩定 很靈活 非常之開心的一部車 最可惜 另外一部首波板 就被人租了 我今天只可以安排到自動波 出來試 我猜首波板應該會更加好玩 不錯的這部車 但是可惜中古車買一部 都要20萬 我覺得太貴了 相對之下 我會買一部S2000 也不用想 這部N1 是一部很簡單的KCar 660cc NA自燃汽器人機 其實有兩款 有NA和Turbo 我們今天試這部就是NA版 一個很寬闊的內籠 Bench Seat 這些KCar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它的後座真的非常闊 腳位很充裕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它首先可以拍下來 跟行李箱 變成一個全屏地台 之外 坐墊可以獨立地抽起 跟Jazz Frit仔很相似 可以擺盆栽 擺一些很高身的物件 這部NA的N1 雖然它是三氣缸 但是它走起你的車很順序 而且很寧靜 今次這兩輛車給我一個很大的驚喜 就是原來現在新一代的KCar 真的很紮實 Ride Quality 絕對不差得過那些大車 加速都爽的 但是爬斜路會比較辛苦 我猜Turbo版的加速感會爽很多 那部車被租了 所以我今次只能試到這部NA版 Turbo版和NA版 其實原來租金是一樣的 有660元一天 一個週末便比較便宜 如果租一家四口 假日便為它 也頗開心 泊車當然要錢 三天泊車錢 可能比租車的費用更貴